记者陈慧玲台北报道,5月天被厮守玛莎老婆谢伟仪,最近传出生宝宝的好消息,不过目前为止玛莎夫妇尚未亲自证实喜讯,主唱阿信出席活动也被追问玛莎是否当爸爸了,阿信当时说,我会请她自己出面说明玛莎已多日未在脸书更新动态,没想到在阿信要求出来面对之后, 它果然发生了,不过对于是否已生格人妇,她仍只字未提,似乎有自己的节奏,谈的不是当爸爸了没有,玛莎转发的讯息是千年一问正问故宫大展消息,前天阿信和MV导演陈一人才一起出席记者会,聊到对台湾一股漫画家正问的崇拜,而玛莎也谈到,看完正问老师的荆轲次秦王, 对一个国小三年级的小朋友来说,突然这世界好像开启了另外一扇大门一般,玛莎又谈到,正问老师的作品绝对是这其中重要的角色之一,所影响的不只是那个年代阅读她作品的年轻人,甚至影响了许多其他国家的新锐漫画家,阿信则说, 我希望自己能有更多能力,能够感谢他们曾经丰富了我升学考试下短暂而窒息的青春 希望我们不要等到下一位大师离去,才记得要为他们在故宫办展览 我们一起努力千年一问正问故宫大展6月16日至9月17日在故宫博物院展出 阿信,又,和陈毅人导演都非常推崇已故漫画家正问 记者陈毅宽社,玛莎粉丝都很关心他是否以升学当爸爸 翻摄自脸书